獨立音樂人多才多藝 十三樂團的主唱和吉他手徐德兄弟 很擅長動畫 還曾經幫董事長樂團和金曲獎得主 陳建偉製作動畫MV 他們的動畫富有奇幻色彩 又蘊含社會關懷 即將展開全台巡演的十三樂團 還整理出道十四年來的繪畫作品 一起去欣賞 台灣超人飛天拯救被灌手 強拆房子的無奈百姓 以拼貼方式製作的MV動畫 《潤壽郎》 還有董事長樂團 怪誕童話風格的阿娘為MV 都是出自另一組樂團之首 三馬說聲不帶來 死也帶不去 沒啥好擔心 We so happy 雙手擠滿好運氣 MV中瘦頭人聲的怪物 每一隻都有實體人偶 創造這些動畫角色的 是十三樂團的主唱 小寶徐德環和吉他手弟弟小宇 兩人大學都主修美術 主團後對繪畫的熱情不解 比如說一首歌寫出來 那個畫面有的時候 你就很想要 因為我有這畫面 所以希望用我的美感 用我的顏色去表達 比方說像Lucky13的專輯封面 然後一個流浪馬戲版 對 裡面有很多小怪物 從2001年出道至今 五張專輯封面全是他們的創作 MV腳本製作通通一手包辦 甚至幫其他樂團做設計 因為其實我們今年算是第14年 對 那把之前這前幾年 13年的一些作品 全部都有一個簡單的回顧 我其實一直都希望可以讓樂團 跟我們的藝術創作的繪畫的東西結合 不管是在表演上或是投影 對 或者說像這樣子的 像說專輯封面這種設計 徐德兄弟的繪畫回顧展 不只是往回看 也做出對未來的展望 我其實想到這個主題 就想到劈頭4的主唱John Lennon 我很喜歡他那種追求peace 烏托邦精神的東西 那這幅畫其實我是想說 那我們就回到最初 有可能是像那個 一開始從那個起點 奇異的起點 那個起點 炸出來的瞬間 所以我也為這一個兔爾 畫了一個新的系列的作品 對 就是這邊這五幅 那他是我們就給他訂了一個 Apollo 13的一個太空旅程 一路走來 徐德兄弟堅持將音樂結合繪畫 讓興趣發光發熱 同時創造出超越想像的藝術作品